家人们好 北京冬奥会圆满闭幕了 刚刚闭幕 这冬奥会的口号 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 世界上一些地区冲突 又紧张了 哎呀 我 一句话叫家是国是天下 是世事关心的 孔老人家他不认为 我不也没有说 也没有答应 也没有否定 我是不是他的弟子 但是我就认为 我就是他的弟子了 我孔斯盟冥想 想出了和平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这个这个 有句话叫什么 李师求于也 大言隐隐士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我觉得建议 这国家呢 干脆宣布为众力国 不要军队了 建三军队只保留警察 这是不是老子说的 最危险就是最安全的呀 没有军队 也要危险的 但是恰恰是不是最安全的呀 反正 这个危机 好像像这个恶性循环一样 不妨我这个办法也不见得对 不妨换换换换我这个思路 死马当活马医 没有军队 朋友们 这国家的人民是不是 越来越多的钱 用于民生 如果这种思路成功的话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 没有军队 世界是不是 朝着良性循环的发展方向 发展呀 我这个风店猪九届 指点江山 激扬蚊子了 指点的不好 我就指点指点蚊子吧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和评论 拜拜